而且我們能夠在這裡屹立不搖 都要站於我們幕後的推手 我們幕後的推手真的給我們很大的動力 我們幕後的推手 最大的那個推手 那個推推是誰呢 這個推推不是大有來頭 我跟你說 是由我們的學生事務處 給予我們力量的 還有我們的課外指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對 是 這有什麼好笑的 推推 推推的啊 真的有點想哭 那我們來歡迎一下我們最大的推推 推推手 第一位由請我們林耀棠學務長 來為我們大家勉勵幾句 歡迎學務長 歡迎學務長 我準備了小抄 但是我們燈光對我來講 這一份小抄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效果 我現在看底下是一片烏漆嗎 嘿 那你們看得到台上這些人嗎 可以 各位師長 各位家長 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晚安 很高興來到一年一度的graduate party 七八年前 這個graduate party 開始的第一次是怎麼開始的 我想在座很多的各位你大概都不知道 勉強可能我跟曹老師還知道 第一屆的graduate party 只是因為幾個同學 想拉難 想 彈一彈民謠吉他 就這麼簡單的幾個同學 他們湊成了第一次的graduate party 那時候也沒有經費了 那時候是他們幾個同學 跟宗教輔導中心那邊商量 把那一年 節育的一些活動的經費 贊助了他們 那是第一屆的graduate party 可是慢慢的幾年下來 來到了今年的 99學年度的graduate party 各位 你今天晚上在這裡 絕對可以把話語堂給 屋頂給掀翻了 對不對 對 有沒有這股把握 有 其實應該這樣講 今天能有這個機會在這邊 辦這樣這個graduate party 特別對所有的文藻人來講 我們如果回顧到 這個學年度剛開始的時候 去年九月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全校一起 經歷了凡納比風災 在這裡 白雲在這裡 學生會那時候的他 透過facebook那個影片很快出去了 也是 白雲在馬總統來到學校灘災的時候 白雲代表全部的同學 跟馬總統反應說 希望學校能夠盡快 恢復原有的作息 跟學習的步調 所以在全校的師生 這麼樣的攜手 合作彼此下 我們在短短的一個禮拜之內 讓文藻恢復最完美的校園 這個是 白雲在學生會會長任內 老師真的是 要千班萬班的謝謝他 帶領這麼多學生 讓我們九十九學年度 順利的來到今天 幾乎已經到了尾聲了 我們給學生會的會長 前任會長白雲 給他一個熱烈的掌聲 今天下午 有老師找我說 學校長 要不要去吃麻辣鍋 晚上 不行 也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欸 晚上一起去夜的 不行 晚上一起去夜充 不行 晚上一起去夜充 不行 因為今天晚上的時間 就要留給九十九學年度的 Graduates Party的全體的同學們 我們今天晚上 老師看的名單 演出的家幕後的工作人員 整整一百零二位 所以各位同學 在座的或許您是畢業生 或許您是在校生 我們從第一屆 剛剛老師跟你講的 第一次的那個Graduates Party 就是五六個同學 畢業生 想拉一拉難舞 想彈一彈明耀吉他 到今天 我們已經到 將近一百多個同學 來構思 來設計 九十九學年度上的Graduates Party 但是我也有一點點的感傷 經過這個Graduates Party之後 我們這一批畢業生 畢業之後 校園裡頭 看不到那個靈活的胖子 待會你們看得到他的表演 你知道我在講聲 我們也看不到那個 常常是皮膚烏漆麻黑 還看不到他那個人的 柏傑 所以柏傑跟明玉 他們兩個是今天這個活動的主辦人 一個是靈活的胖子 一個是時常皮膚黑到讓我們都找不到 在照片裡頭在螢幕上面 他在哪 經過這個Graduates Party之後 我們也不太有機會再去看到 文藻最高的主持人 林佳安 他向來都以他是全文藻最高的主持人之群 老師今天很高興的是看到 佳安在另外一個場合 我們跟老師跟他碰面 中午十一點半 美國的邁阿密市長 來拜訪高雄 邁阿密市跟高雄市是減肥市 那佳安呢 也偵選上了外交部的青年蒼帆團 所以他今年暑假 有機會跟著學校 另外六個同學 拿英文信息主任帶隊 他們會去參訪 邁阿密跟亞特蘭大 一個禮拜到十天吧 這個是佳安在客外活動的表現 也是佳安在他 這一些國際交流大事上面 政權上面 傑出的表現 所以這一些零零種種 待會你也會看到 剛剛其實 那個吉他手 看到了翻譯系 那個Sepina 印尼的同學 他們今年是第二屆的 來到很早的畢業生 待會也有印尼同學的表演 所以這一些零零種種 都讓我們看到 畢業生們怎麼用心的 在參與校園這一些 各式各樣的活動 也讓文藻的校園生活 更多財多資 每當看到 在不同的場合裡頭 其實他們這幾位 學生會的 Kaley 黑迪 好像要當主持人的 黑迪在這裡 要當主持人的 結果要有個Y 才可以當主持人 因為我名字要有個Y 所以 學校提供了很多的場合 從你進來 不管你專一 不管你大一 專一有新生生活營 新生導航 大一有你初戀營 我想沿路以來 四年來 五年來 你在文藻這個校園裡頭 也就是因為有這一些的場合 這一些的活動 這一些的社團 其實各位家長 你真的可以看到 我們的學生在文藻 不只是有最好的 外語的學習 在他們的人格陶寧上面 在他們的品性培養上面 在他們的這一些 各式各樣 課外活動的 所謂的軟能力的學習上面 文藻給了他們最佳的環境 他們也利用了這個最佳的環境 認真參與 認真學習 今天晚上 是你最好 驗收他們這些 學習成果的一個機會 我們也都看到 只要你用心的 參與這一些相關的 課外活動 社團活動的話 那其實 在這當中 老師就會去想 學部長就會去想 到底這些過程裡頭 對我們的同學 能夠帶來的 學習的幫助是什麼 我覺得從你們身上 我看到了這四個特面 第一個 每次總讓我驚訝的是 你們的組織規劃的能力 第二個 你們在這過程當中 你們彼此的溝通協調的能力 第三個 我看到了你們 怎麼樣去運用 資源分配的這一些的能力 最後 當然就是你們有辦法 把你們的任何的idea 把你們任何的夢想 付諸實現的這樣一個能力 所以今天晚上真的很高興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其實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在Facebook上面 我就已經盯住著你們 發展的進度到底 好不OK 所以很認真的 Mine每天回去之後 會定時的把照片上傳 把一些簡介的短片上傳 笑詞很認真的 會把一些女生手的一些短片上傳等等 真的是看到大家的勇氣 黑底從一大早 好長一段時間 就開始公告這個訊息 還告訴你們 穿學師服進場的 可以有什麼特別的spatial 我不知道他提供給你們 怎麼樣的spatial的service 可是不管怎麼樣 這一些都是我們 願意一起把今天晚上 這一個屬於99學年度 全體畢業生的一個party 我們都願意在每一個人 各自的崗位上 提供一點奉獻一點 自己的心力 一起來讓我們這樣的一個夢想 能夠在今天晚上能夠實現 那為了謝謝全體表演人員 還有工作人員的用心 老師也準備了一份小小的禮物給每一個人 每一個都有一份 但是美軍老師交給錦麗老師 我到現在我還沒有看到錦麗老師 我在這裡 OK 錦麗老師的代表是黑底 所以給每一位同學準備了一塊書籤 這個書籤就是長期以來 學校一直叮嚀你們的 我如果講一句中文 看你能不能夠猜到背後我要講的英文是什麼 學校很期待培育每一個文照的同學 成為一個熱愛生命 樂於溝通 主動服務的文照人 我在講的是什麼 可以大聲一點嗎 Live Language Leadership 各位家長 這個是我們跟同學們 共同的文照人的通關命 Live Language Leadership 所以送給今天所有參與的表演的同學 以及工作人員 每一個人有一塊這樣的一個書籤 它上面就告訴你 這三個L 它代表的真正的深刻的含義是什麼 所以謝謝每一位工作人員 謝謝每一位演出的人員 也預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夜晚 謝謝 謝謝學務長 謝謝學務長 太感人了 就是真的覺得自己的努力啊 就是六百費 對 謝謝學務長這麼看得起 來前面的Dancers 來一起來謝謝學務長 謝謝學務長 好可以睡可以睡了 謝謝 好